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慧桥拍戏的场景和造型 片中他们扮演一对国民将领夫妇 首次合作的两大明星系里如胶似漆 戏外却是形同路人 搜狐士兵几经打探 获悉日前某天黄小民和宋慧桥在顺移进行拍摄 当天搜狐士兵一早就赶到了片场 剧组拍摄在河边一块开阔地上进行 河坡上一条林荫小道 河边景色显得清净空旷 片场一片忙乱的景象 近百名工作人员各职其责 在河边停放着一辆老款的美式吉普车 猜测这辆汽车很可能是当天拍摄的重要道具 生死链开机后 剧组严防死守 林荫道上有很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不许路过的车辆逗留观看 有一辆汽车司机因为用手机拍摄了两张现场照片 立刻遭到了剧组十多名工作人员围攻 强令山徒 按照透露出的剧情 黄小民和宋慧桥扮演的是一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夫妇 人们想象中这种角色打扮造型一般都是军装旗袍 而当天他们却以一身 萨爽干领的骑尸装出现 在拍摄开始前 黄小民和宋慧桥分别从自己的化妆休息的房车下来走到河边 黄小民一身鼻挺的骑尸西装服 脚踩黑马靴 留着大鬓角的高背头 形象帅气鹦鹉 黄小民没有以军人形象亮相 但是却透露出一股军人气息 而宋慧桥竖着公主头 扎着蝴蝶结 一套紧身的西装套装把他的身材表现得非常好 和黄小民的严肃相比 宋慧桥当天心情很不错 面带微笑 不时还露出新奇的表情 似乎对拍摄非常期待 黄小民和宋慧桥走下土坡 随后来到河边那辆吉普车前 一起上了汽车 宋慧桥坐在驾驶员的位置 黄小民坐在他的身边 当天拍摄的是一场驾车谈情恋爱的戏 宋慧桥扮演的角色显然不会开车 黄小民在一旁细心指点 在失控冲到河里 宋慧桥时声尖叫 黄小民一边搂住家人 一边倾握方向盘化显微情 这段镜头反复进行拍摄 吴宇森则是几次和宋慧桥黄小民说戏 希望拍出两位主演爱情燃烧的戏份 又有惊喜的表情瞬间 摄影机跟着黄小民宋慧桥拍摄特写镜头 而水曼轮胎背影的镜头则是由替身完成 从情节上分析 当天黄小民宋慧桥拍摄的是一场两位主人公热恋的桥段 两人正在享受难得的快乐时光 在戏里黄小民和宋慧桥如胶似漆 但是在休息时 虽然黄小民的座椅和宋慧桥只有指尺相隔 但两人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黄小民一会儿看平板电脑 一会儿闭目养神 宋慧桥闷座无声面无表情 然后在进入拍摄时 两人又变得亲戚热热 拍摄结束之后 黄小民和宋慧桥各自乘车返回酒店 卸妆后的宋慧桥穿着拖鞋短裤 打扮清爽 毫无腥味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